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新车评 今天是50的冰果 这台车之前它在网上进行了一个预售 说是7到9万元的价位区间 但是我看到很多的网友在那里讲 好贵 好贵 问题是现在这样的一台车 你觉得它应该卖多少钱呢 好 我们首先来讲一个概念 10万内的大一部车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50红光mini 但实际上来说 还是有很多级别区分 比如说我们说的熟悉的 零宝T03然后Lumi OK 那我们把零宝T03和Lumi 先放一边 就是mini EV你们大家都熟对不对 我们就按mini EV的标准 我们来衡量一下这台冰果 它应该卖多少钱 mini EV它现在主售的一个价位 就是3万2千8 4万多 5万多的这样一些价位 比如说马卡龙来说 它200公里的一个版本 它已经卖到5万多了 这台车我今天实际试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说它整个空间 不管是乘坐的空间 还是储物的空间 都是mini EV的两倍 它的电池也是mini EV的两倍 然后它的这一个电机也是加大了 包括是说它里面的一些科技配置 比如说无钥匙进入 然后这一些屏幕 等等这些东西算在里面 我觉得它卖mini EV的两倍价钱 合适吧 当然说具体来说 这台车会订多少钱 我们先来讲这台车 讲完之后 我们再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我自己的一个猜想 那首先就是说这个空间的问题 空间这台车 我来之前是觉得说 这台车的空间会要好很多的 结果没想到是更好 我之前是开领跑T03的 开了有一年多吧 现在这台车还在我爸的手上 那这台车我坐进来之后 我发现它整个横向的空间来说 左右的 比如说你前排的两个人 左右的这两个人的空间感是更加好的 就不会说有点挤 或者是说你坐一个胖一点的人在旁边 你会觉得很压抑 这台车它是不会的 两个人的这个空间 就横向的空间会更好吧 然后就是它后排腿部的空间 确实也是比领跑T03要好一些的 但是后排的这一个 乘坐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说 它被前台的这个座椅给挡住了 挡住了之后呢 它整个视野来说是没有那么好的 那个尾箱空间真的是大的离谱 它是坐了一个下层室 然后它的这个装载的容量 是有点惊到我的 今天早上我们参加了 官方组织的一个空间大比拼 然后就是 大家把一整车的购物车的东西 全部装到里面去 结果它真的全装进去了 而且有很多的大件啊 这个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的这个过程啊 反正我觉得挺惊讶的 但是这一个下层室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说 它下层下去了之后呢 因为它这个 箱底离这个地台有点高 就会导致我们女生 去拿这种大件的 种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 拿出来跟放进去的 这个过程是有一点吃力的 下层了之后 它整个尾箱的 这个垂直空间变大了之后 就方便我们去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带个婴儿车 或者是买一棵比较高的树 直接就往那里一树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的这一个车内的精致度 我原来也会觉得说 那它肯定是做一些升级嘛 对不对 但是没想到 这一次来了之后 我看到实车 我是觉得说 它整个精致感来说 是要比林宝T03要好的 就比如说它里面加了 尽量多用一些皮质的一些材料啦 然后还有就是用一些 很散的这一种镀刻 然后就会显得 整个车内的这种配色也好 档次也好 是相当够的 而且它空调的旋钮的质感 也是很好的 所以这台车 它在档次感上面 其实做的还是挺足的 简单说一下 这台车的一些小的优缺点 第一点就是它的储物槽 我要夸一下 这个门板内侧都有一个小凹槽 这个小凹槽的深度是刚刚好的 我们去放手机 放高速的过路卡 其实是很方便的 而且它的深度够深 所以导致我们是开门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手机掉地上 我们之前也试过一些车 就是它有一个储物槽 但是太浅了 然后就会导致我们一开门 那个手机啪掉地上了 屏幕也碎了 所以说像苹果的这一个 它的储物槽做的是很好的 我是很喜欢的 另外一个小优点就是 双份的这个50螺丝粉挂钩 非常接地气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小优点就是 前排的两个座椅是打通的 你从左侧到右侧 是可以很方便的去过去的 我刚刚也试了一下 非常的轻松 比我那台领跑 听领扇要好一些 我之前也在视频里面 给大家演示过 是可以这样去跨的 这样的一些好处就是说 你在一些停车 比较急的地方 可以这样子去右侧下车 或者是说下雨了 不想从这边下车 从那边下车 这边有水弹 那边没有水弹 那这种情况下 它是比较方便的 还有一些小缺点 小缺点就是 前排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空间 还是有待优化 现在是有一个手机槽 其实是很顺手的 但是上来做的就是旋钮 然后就是这个电子手刹 我觉得可以把这一个旋钮 放成一个 比如说是怀档 然后我们的杯架就可以前移 这样就可以正常做了 但现在它这个设计的话 可能这一板是没办法优化了 再一个小缺点 就是我们发现 比较奇怪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的前排的两个座椅 左右的两个座椅 它的坐垫高度是不一致的 就是坐到副驾驶的话 你会感觉比主驾驶要高一点点 然后就会坐在那里比较拘谨 整个感觉不太舒服 另外一个小缺点就是 我刚刚也讲了 如果你坐到后排去的话 你会发现前排的整个座椅的后背 是挡住了我们的很多的视线 这会导致我们觉得 好像有点压抑 还有一个小小的说明点 就是说这台车 为什么它不去做一个五座 对吧 1米7的宽度了 可以去做一个五座了吗 我们试了一下 实际上如果说你做五座的话 座是坐得下 但是舒适性没有办法保证 这台车 它是作为迷你EV的 一个升级版的车型去坐 所以说 他们还是会充分地考虑 每一个成员的舒适性 所以说做四座 我觉得相对还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四座的话 后排的这个乘客 他又能够享受 相对独立的一个空间 同时他又有一个手枕 就是在门板上 或者是这个侧边 他会在手会稍微放松一点 所以我觉得他做四座 是更加合理的 刚刚拍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车 车钥匙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太久没有开车门 然后车钥匙就被锁在里面了 还好就是那边活动方的人 帮我们远程把这个厕所解开了 顺便说一下 这个车它是配有这个蓝牙钥匙 然后手机上可以控制那个车辆的 包括是说 看这个车辆的状态啊 电量啊 然后可以解锁啊 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是说这个钥匙 我走进了之后 它会自动解锁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 它会自动的落索 这是很好的 但是它有一个小bug 就是如果说你长时间不在车内 你的钥匙一定要拿走 不然锁在里面 你手机又遥控不了的话 那你就没有办法拿出车钥匙了 所以我们刚刚遇到了一个小尴尬的问题 另外再补充一个小小的缺点呢 就是它因为用了双连瓶 所以说我们坐在主驾驶的时候 会发现操控那个中控瓶的时候 方向盘子会有一点点挡的 这个就是双连瓶的一个小问题了 反正我觉得不太影响使用 但是也确实有一点影响使用 然后接下来是这台车动态的部分 我们来分享一下 50苹果这台车呢 大概率还是卖给小姐姐们啊 那小姐姐们好驾驭吗 这台车它是提供三种模式的驾驶模式 经济标准和运动 我试了一下 就是如果你调标准模式的话 在市区里面去走走停停这样去开 其实动力上是完全足够的 没有任何的压力 那如果你调到运动的 它的动力储备是相当足的 我们今天早上是车上坐了三个人 然后包括是说这种车队 然后开得比较快 同时呢有一些上坡啊什么的 我是觉得说它整个动力 响应性上来说 做的还是很不错的 另外它也是提供三档的这个动能回收啊 我调了一下就是 如果是标准模式下的话 其实它有一点点这种单踏板的意思啊 如果松开油门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这个减速的效果 当然它不会说是特斯拉那种说 一收然后就点头了那种 另外就是说它的这一个 如果说你是比较习惯说开燃油车的人 那你就调一个弱档的这一个动能回收 它就跟油车有很相像的这一种驾驶的方式了 当然它还是有一点点回收的啊 再说回这个不点头的情况啊 我是发现说它这个车的前后的这种姿态做的还是很平稳的 就比如说我们是比较急的去加个速啊 或者是杀个车什么的 车内坐的这个人 它的这个稳定性还是比较高 就是它前后这个换动是不大的 所以说这样有利于我们这乘坐的整个过程中是更加的舒适啊 这一点是要给它点个赞的 但是因为它整个姿态就是这么高 所以说它的左右的这个侧倾就抑制的不算太好了 如果说你经常去激烈驾驶的话 那这个车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给你感觉说 啊我的这个安全感还是不是太足啊 那当然小姐姐们也不太会激烈驾驶嘛 所以说这个是其实是无所谓的啊 说到转向这一块 其实我觉得说我试了一下 它单手去打这个方向盘的时候略微还是有一点点累的 就是说它虽然说是给小姐开胖的一个车 但是它在转线上也不是一味的去很轻盈啊 它还是有一点点手感的质感的 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就是说 它的这个方向盘的手感还是有一点粗 就是这个触感啊 平面的这个触感还是有一点点粗 就感觉是说有点磨手吧 这个如果说能优化当然是最好的了 但是它的成本摆在这里 我们不可能要求这么高嘛是不是 然后再说一个它是配了一个倒车影像的 如果说你去一些比如说老旧的小区啊 像我们今天早上去的那一个就是 两侧的这个路都有停了大车 然后我们还要侧方去停车等等这些情况呢 我觉得这个倒车影像还是帮了一些忙 反正这台车开进去我觉得是很轻松的 所以说总的来说这台50冰果啊 小姐姐去买它或甚至是说我是新人新手啊 就去买这台车开起来是真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大家可以放心入手啊 好总的来说50冰果它在10万内这个价位区间呢 其实是可以跟这个0.703也好啊 Lumi也好啊是打了一个有来有回的啊 怎么说呢 Lumi它是一个两门版的车嘛 所以说它在价位上肯定会比这个车稍微低一点 但是同时这个车呢 它跟0.703的关系就很微妙了啊 它是一个200公里跟一个333公里的版本 0.703它是200 300 400都有嘛 是不是 它的定位就是5.99到8.99这样的一个价位啊 那这台车它是卖多少呢 我觉得啊200公里版本它应该会在5万8到6万去起步 然后到333公里的有可能是7万9啊 8万之间的这个距离啊 如果再上8万的话就到了0.703 400公里的那个版本的那一个区间了啊 所以说6万到7万真正这个车去买的话 它裸车价就是这个价 你们大家又接不接受呢 那如果说你的预算也刚好是在5到8万元的价位区间 0.703和这台50冰果你要怎么选呢 我个人觉得啊 如果说你特别的在意这个空间的实用性 以及喜欢这种复古的造型的话 那我建议你选50的这个冰果 那如果说我还是想要这个动力储备更足一点 有个50千瓦以上 甚至到80千瓦这样子 那我建议你选0.703 当然你这样去选的话 其实差异也不会太大啊 怎么选都不会出太大的错 那你会怎么选呢 有朋友说20万选择空间大的SUV 竟该怎么选 今天带你去店里挑三款 这台车应该是20万的价位 你能买到的尺寸最大的SUV了 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不聊这些外观类似的东西 我们来聊一下 这台车在一个相对极限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驾驶感受怎样 毕竟这次一台赛道